狂賀本店開出3.31大樂透投獎 就在店門口不斷廣播狂賀 因為就是在這裡終結樂透連崗 小小店面就隱身在台東車站裡 旅客居民走過路過就想進來試試手氣 而春節期間的大樂透 連續好幾天都沒開出投獎 直到29號也就是開工前一天 總算在這開出投獎3.3億元 一人獨得 因為之前疫情跟那時候 那個東部前幾個月不是有斷掉 就是客人會比較少 然後我們就過年的時候 出師的時候有去媽祖母要拜拜 就希望求個好運 就沒想到就是初七初八那時候 這時候就開出了一個投獎 笑得何不龍嘴 因為上一次中大獎已經是8年前 這一次開出樂透投獎 可以說是為新的一年帶來好彩頭 剛好經過 對 你是遊客 對 剛好看到3.31 我來掛一下看看 投獎不是你 也別氣餒 因為台彩在春節期間 特別加碼春節大紅包獎項 連開17天要送出360組百萬紅包 統計到29號晚上 已經累計送出281組100萬元 總共62家投注站 345名中獎者 其中221人都是獨得100萬獎金 而最旺的是位在南投縣竹山鎮的一間彩券行 大年初一 初二和初九都各開出一柱春節大紅包 民眾開工不煩悶 有買樂透記得拿出來對講 說不定有驚喜的開工紅包 TVBS新聞劉錦源 周潤軒 台東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